中国选手林丹在亚运会南丹决赛中战胜以宗围 成为羽毛球南丹大满贯选手 中国海军护航颜队成功营救我预险商船乐从号 并护卫商船安全师弟阿曼塞拉来港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典型中国 熊猫故乡 成都 天坑 地缝 天桥 感受地球心跳 地心之旅 重庆乌龙 河南广金业品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亚运最前线 首先还是来看看昨天亚运赛场上的一场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 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 亚运会羽毛球南丹的决赛 是在林丹和李宗伟这两个人之间展开的 最终通过决胜局的较量 林丹是以总比分2比1取得了胜利 那么在拿到了这枚亚运会羽毛球南丹的金牌之后 超级丹也成就了自己的大满关 林丹和李宗伟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羽团顶尖的两位选手 他们的实力有多强 两年的水平有多么接近 从这个球就可见一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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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伟的防守也不可以说了 这两个球是世界上防守最好的两个男的运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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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对 强妄 双方都是把球打到最绝的地方 最终经过这个多牌之后林丹回球出底界 要想得分就要把球打到最绝的位置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冒着失误的危险来拼得一分 这一球林丹失误了 但是纵观第一局比赛李宗伟的失误要更多一些 特别是最后几分 他为了追球落变 连续出现回球出界和下巴 结果林丹以21比13先胜一局 然而想靠对手失误就赢的比赛 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二局球林丹根据首局的经验 几次判断对手回球失误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李宗伟的回球 没有再像此前那样偏离轨道 这也让林丹开始犹豫起来 他不敢再轻易地做出判断 这样犹豫的心理 也让他频繁地出现失误 白白送给对手很多分数 21比15 这一局的胜利归属了李宗伟 其实论相持球的能力 林丹应该还是占有一定优势 他完全不必依靠对手的失误去得分 有了第二局的教训 林丹在决胜局中开始坚持 与李宗伟打多拍 比赛的主动权也逐渐被他掌握 其中这一球堪称林丹全场比赛 得到的最为漂亮的一分 好球 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你将这个球救不过 好球 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 而且非常会动 这个球回过来的 可以说反对都为主动 面对如此坚不可思的林丹 李宗伟也没了办法 比分迅速被拉开 最终随着这季精彩的TX 林丹以21比10拿下决胜局 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 实现了全满贯的梦想 此外金牌大户田径项目 在昨天也是正式开赛了 那么在第一项男子20公里进走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王浩 以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 也就是一小时20分50秒 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第一金 比赛开始前 赛场已经有人准备好了一面五星红旗 只是当时还不知道 这面国旗能否批在王浩的身上 身批73号的王浩表情轻松地坐着热身 在这轻松的笑容里 实际蕴藏着对金牌的无限渴望 文浩是北京奥运会第四名和去年世锦赛的亚军 不过在昨天参加男子竞走20公里决赛的9名运动员中 日韩各有两名抢手参赛 对王浩的威胁不小 果然中日韩六名选手一直以同一步调前进 王浩和队友朱亚飞配合保存了一定的体力 直到15公里左右局势才逐渐明朗起来 韩国选手朴七成则因为三次腾空被取消资格 最后四公里王浩越走越快 朱亚飞紧紧跟随 其他对手已经被甩到了身后 最终王浩第一个冲过终点 成绩是一小时20分50秒 这是他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 队友朱亚飞全程无反规 紧随其后获得银牌 韩国选手金贤谢获得第三名 五星红旗果然披在了王浩身上 但是冠军的荣誉他却不愿意赌下 还是特别感谢我的队友吧 因为我们 对 因为我们之前就连 预定一个战术安排 说是我们一上场因为互相领 对 一个领一个后面 要补充体力 对 所以说是这场比赛 也是选口我的队友 很难能拿到这口金棒 接下来要特别祝贺一下 中国南兰的小伙子们 他们在昨天碰上了 本届亚运会上最强的对手 韩国队 那小伙子们呢 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 还有防守这方面的优势 以76比66击败了老对手 获得了四连胜 中国队和韩国队小组赛 前三场都保持不败 而昨天的对抗 也被看作是决赛的一场预演 韩国用一个准子开头 耐心传递之后 空位轻松另中三分 韩国队进攻也够耐心 最后一秒出球 球还是能进 要不是王之志手感火热 首节连得9分 韩国队的领先优势 绝不止6分 不过从第二节开始 中国队的进攻火力终于落开 2分15秒内 中国南兰迅速得到11分 半场过后 中国队开始领先 一边再战 中国队从内线开始打起 王之志今天出战31分钟 石头7中拿下15分 中国队又迅速将分叉 拉开到10分 本场比赛 中国队最抢眼的球员 就是孙岳 特别是在最后一节 孙岳多次挺身而出 好的孙岳 对 打3分 打3分 对 这个时候就是往里吐 本场比赛孙岳表现全面 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此外还有6个篮板 三次助攻 三次抢断 最终中国队76比66 击败韩国取得小组四领胜 一场酣畅临临的胜利 多少让我们旋转的心 有了点点 那么接下来 中国南兰将迎战一场 背靠背的比赛 即将面对的是 我身后的对手约弹队 那么随着本届亚运会 西亚球队的没落 那么中国南兰 在夺冠道路上 很想遇到最大的对手 还是我们今晚 曾经战胜的韩国队 相信于这样一场胜利 会让我们在夺冠之路上 走得更稳 更踏实 好 接下来进入到 媒体看亚运的这个环节 来看看对于本届亚运会 世界各大媒体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 评论和报道 首先看到的是 新华社把视线对准了 围棋赛场 在这一届的亚运会上 男女围棋混双配对赛 在20号和21号这两天 一共是进行了六场激战 中国组合 谢贺 宋荣慧的晋级之路 真的可谓是苦尽甘来 而中华台北队组合 周俊勋 黑佳佳 这一队的表现 是最为惊艳的 取得了预赛第一名的佳绩 再来看看一队韩国组合 他们的表现可以说 最为稳定 状态甚佳 朝鲜组合赵新兴和朴虎吉 在连胜了日本组合之后 还在第四轮当中 战胜了中国冠军级的组合 刘欣和唐义 可以算得上是 本次比赛的最大的黑马了 接下来看到的是 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就是科威特的队员们 在之前的这个媒体 看亚运当中 其实我们也提到过 在这一届亚运会上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就是科威特队的这个队员们 因为他们要以个人身份参赛 到目前为止 科威特运动员们 总共夺得了五枚奖牌 其中还有两枚都是金牌 那由于科威特现在呢 依然是处于 国际奥委会的竞赛期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以国家的名义出战 科威特运动员穆扎夫 就表示说了 虽然说在颁奖的时候 没有升国旗 也没有能够做国歌 但是他们身上的运动服的颜色 是科威特国旗的颜色 来亚运会参赛 也为了展现科威特人的风采 接下来看一看韩联社 特别提到了 韩国射箭女团的霸业 亚运会女子射箭团体赛 在韩国队和中国队之间进行 这两个队拼到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韩国队在加时赛当中 打出了三个十环 险胜了中国队 而之前呢 在半决赛当中 韩国队也是靠着加时赛 才显胜了印度队 可以说这枚金牌 对于韩国队来说 真的是来之不易 为了这一次的夺冠 韩国射箭女团 在亚运会上 也完成了四连冠的尾业 在赛后呢 韩国媒体都是称赞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接下来看一看新浪体育 如果说亚运会的赛场上 是运动员们的赛场 同时呢 在赛场之外 恐怕还是媒体的赛场 新浪体育就特别关注了这一点 他说到广州亚运会 到底来了多少媒体呢 我们的记者 从广州亚组委 做了一个了解 总共有888家国内外的媒体 全来采访这一次的亚运会 记者的人数达到了9939人 亚洲参赛国和地区 几乎都无一例外地 派了记者前来采访 日本和韩国的主流媒体 更是悉数前来 那伊朗还有印度 也都是有强大的一个报道团队 除此之外 美联社 法新社等等 也是前来报道 甚至连非洲的媒体 都来到了广州 所以说如果把媒体 也算作是参赛选手的话 我想现在从媒体大战来看 已经不仅仅是亚运会了吧 恐怕已经赶上奥运会了 最后来看看人民日报 要大家特别来认识一位参赛选手 他是阿联酋王子 他也参赛了这一次的广州亚运会 在亚运会参加男子双相 双多相飞蝶的比赛当中的 这个选手的名字叫做达勒穆克马克图姆 他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王子 马克图姆他从小就非常痴迷射击 曾经为了专心训练 竟然是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叔叔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媒体看亚运的这个环节 接下来浏览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亚运奖牌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亚运会马术场第一章爱赛呢 将会从今天开始就在广州 从化马术场开赛了 香港马术队将会派出年仅19岁的 传奇射手赖真敏 那这一次能够来参加亚运会 除了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之外 他的家人也是功不可没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从八岁开始 赖真敏和妹妹在马术方面就表现出天赋 妈妈吴夏萍为了让他们接受正规训练 多年来不停地变卖家产 一家人从最初的豪宅变成了租房居住 我见到他们有情侦 所以我是会尽量无条件地扶持他们 正是家人的权利相助 换来了赖真敏教人的成绩 十一年来 赖家姐妹在马术赛事中屡次夺牌 赖真敏更是成为首位 为香港夺取全运会金牌的起手 应该是有个态度 我觉得我可以很冷静 比赛的时候都不会太紧张 这次当赖真敏表示 想参加广州亚运会 妈妈毫不犹豫 被女儿购入了她有生以来最贵的一匹马 为了参加赛前训练 赖真敏特意推迟了赴美国读书的日期 最终在香港马术队的亚运积分赛上 获得了参赛资格 今天赖真敏即将和队员们一起 冲击马术场地障碍赛的团体第三名 好 轻松一下 进入到今天的广州24小时 冲场运动 忽上忽下 对选手的方向感要求很严 一旦控制不好 这身体就指不定往里飞 当然也有机灵的小伙子 比如这位 身体既然飞出去了就当是结束动作 这就叫灵机移动 解脱下驴 这俩日本棋手是带病参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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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口罩只是为了管住自己的嘴 围棋混双比赛 你要是想跟搭档说句话给他支个招 对不起 犯规 这对面坐着的韩国选手也挺狠 怎么呢 咱离近点看 再近点 瞧见了吧 头插三根银针 为了提神醒脑 这一招可真够狠的 刚才这些角度漂亮吧 知道怎么拍的吗 看看这 后边瞧瞧去 这儿猫着俩摄像师呢 虽说选手动不动就能设个十环 但要换我干这活 我干不了 害怕 当裁判得威严 这胡子有时候就是威严的象征 比如这位 当记者得有自己的个性 比如这位 人家的弧形留得好啊 每年不都有个美阳宫大赛吗 你该去试试 今天是广州爱运会的第十个正式比赛日了 及时把握比赛信息 接下来看一看今日看点 首先 跳水项目在今天将会在奥体游泳馆正式开赛 那么在第一天呢 将会决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跳台 这两枚金牌 中国小将 试霆帽王涵这对组合 另外呢 曹元和火亮组合的夺金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田径今天将会产生男子称杆跳高 男子女子四百米等六枚金牌 备受大家瞩目的男子一百一十米蓝 也将会在今天进行首轮比赛 那刘翔到底表现会如何 能不能够再创新的记录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再来看看基建项目 今天将会决出男子配件团体和女子花件团体金牌 蹦床也将会决出女子个人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这两枚金牌 那么中国选手在比赛当中会有哪些精彩表现 我们也一起来拭目以待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押运最前线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资讯部分 凝聚力量 凝聚希望 凝聚信赖 为您激情战犯 中国工商银行 第十六届亚运会银行合作伙伴 平安承诺呵护每个家庭 创新引领现代金融 专业规划财智生活 保险 银行 投资 财富人生平安相伴 中国平安 东北亚交通枢纽 东北出海新通道 中国丹东港 世界文明的潮水奇观 全球著名的皮革专业市场 观潮胜地 皮革之都浙江海 千年古城 贵州镇远 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在昨天晚上的八点多 位于福州市台江区五一路的一片木屋 毗林区突发大火 当地的消防部门迅速赶到了现场 进行扑救 着火点是一片低矮的平房 周围都是高层建筑 从高处看去 一间间着火的平房连成一片火海 火焰烧穿了屋顶向四周蔓延 为了防止火势蔓延 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调集 22部消防车 147名消防队员 从四面八方进行铺救 同时迅速疏散火场周边的 三百多名住户 特别是一些年纪大 腿脚不变的居民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铺救 晚上十点半大火被控制住了 由于着火的区域 是木屋皮鲁